计算住户未缴的金额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 我们当然知道了 好我们先拉过来 回到最上方来了 这个是他们最上方 这个是他们阴缴的管理费 那几个月没缴呢是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把管理费乘以未缴次数 就是他该缴的钱欠缴的钱 来那等于 这里呢我们先移过来这边点一下 对不对 然后呢 好 在资料编辑的这地方按 乘以未缴次数这一格再按Enter 所以呢 各位看一下哦 那这个 他出现的是这个符号 那我们希望把它改成什么 数值 有没有 数值在往后退 来接下来移到这里来呢 好看那个 右下长快点两下 好我们就往下走 所以呢 这个住户呢 2338没缴 那这个3148没缴 这个 那全部未缴金额多少 拉到最下面来 再做一件 点这里再来点Sigma 好 那整个社区呢 有437405元 还没有收回来 那很快的 就可以查询 未缴金额的总数 到最后 到最后 带你 要438 有438 要438